對於一個大學畢業前幾乎每天打籃球的人來說 當我看到這張卡片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了好不好 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玩遊戲還是在玩科幻遊戲 即使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籃球遊戲 但是籃球遊戲他好歹也是個籃球吧 這個籃球是不是至少要有點籃球該有的樣子 但是沒有關係 我知道大家還是很想要看我影片得到一些歡樂的點 所以呢你們這麼想看這張卡片 我就還是會拍這張卡片 遊戲的本質就是爽就好開心就好 雖然說我對於這張卡片呢還是一點黑人問號啊 那我要介紹這張卡片呢就是這一張 Trap 發動 崩壞 蝴蝣 這張卡片 但我做了 嘩 最後 各位 一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禮 你們的2K卡片 公道柏 aka ZICO 這次要介紹的卡片就是 Endgame 終局之戰裡面的神卡 真的只能稱為神卡 不能在說什麼了 暗物質黑板謠明 2K魔形怪之神 TACO4 我當時看到TACO4會出Endgame卡的時候 我真的一臉黑人問號 我以為今年2K22的Endgame卡 會比照2K20當初那個GOLD版本卡片一樣 就是至少你要是名人堂球員 或是歷史頂級很有名氣的 那我就真的不懂這個Endgame卡 到底它的定義是什麼了 反正我只知道一堆人跟我一樣 一臉猛逼一臉黑人問號 真的永遠根不懂2K這個出卡的順序啊 我懂世界上的所有遊戲公司 一定做遊戲都是想賺錢好不好 哪一間公司不想賺錢 他們又不是什麼慈善系列 一定是要賺錢才能繼續生存啊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超過有點太浮誇的點 反正Zico我一樣很愛2K這款遊戲 所以2K公司不要把我的LOGO收回去好不好 希望你2K23還能給我LOGO 我很愛你們這款遊戲 你看我每天玩每天拍影片 是不是多愛你們呢 這張卡片封面也是非常霸氣好不好 一看到TACO4就知道怪物要來了 那他穿著球衣封面呢 是史萊迪克隊的TACO4 那他現在我忘記跑去哪一隊了 那平分是99是在暗物質卡 進攻99防守99 身高229公分提升131公斤 他這個身高避展模型絕對是怪物級的 屬性方面也都是完美的全99啊 再來面補模型 我只能講TACO4這個還原度也非常的高 你看再配合他這個身材 手長腳長然後腳那麼大穿的 這個鞋子好像是字母哥品牌的 我不確定啦 那背號是99號 完全不像真實世界人 很像那種電玩遊戲裡面那種虛幻的人 投籃部分是裝原地跳投25 定點跳投25 反正就是怎麼講 Endgame卡片不是裝跳投3 就是裝原地地點跳投25啦 反正呢 我不知道怎麼講的 好不好這個真的TACO4裝這種 投籃包真的就是鬼啊 再來運球的話 往前推是這樣 喔你看他這個手長臂展可以這樣耍猴戏 這個球在他身上都好像小皮球一樣 那再看一下他這個背運是什麼背運呢 哎呀 哇是這樣點一下啦各位 這樣點一下的喔 不是那一種 之前我覺得克瑞背運很屌那一種 就是這樣點一下的 你們看他這個拉 真的很噁心你知道嗎 他這個拉真的是 這個真的就是極限的蜘蛛啊 哇果然是2K之王啊 模型怪之王啊 灌籃灌到褲子破掉 來囉罰球線灌籃 喔有了有了有了 有一點微罰球線啊 但是沒有那麼的完全 這個罰球線灌籃有點太奇怪了吧 你看他也沒有從罰球線飛啊 他從中間這個地方飛 雖然說這個動作應該是 Jordan灌籃沒錯啦 只是2K給他設計成 我看到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講耶 Jordan這個罰球線灌籃跳那麼高 啊跳一個兩位多高度有沒有 騙他太高了啦 這樣驚跳就才灌了 全場運球速度非常快 看他這個備孕 哇也是裝這種皮棚屌備孕啊 完畢順勢直接上去BAN 訓練場最後老規矩 你褲子破掉應該會比較準啊 來三顆LOGO射試看看 喔第一顆沒進 欸褲子破掉 第二顆 來囉各位 喔第二顆也沒進喔 第三顆 會進嗎 好媽媽雜扣媽媽雜扣 媽媽雜扣給你去補褲子 喔唷 有欸媽媽雜扣就有耶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一個阿媽雜扣 可以進嗎 喔唷 徽章肯定也是完美全80個紙徽章 什麼都塞好塞滿 我們直接往下拉 個性徽章 完全沒有個性徽章 因為他是不存在的一張卡片 沒有個性拿這個人 可升級的也完全沒有可以升級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張Endgame Taco Force當中的表現吧 看一下對方陣容 Devon Booker Tracy McGrady 字母哥 Taco4 還有姚敏啦 欸跟各位講 我排這一場呢 排了大概5分鐘 我就一直這樣掛著 現在是中午大概2點多啊 現在不是放暑假了嗎 中午啊 他竟然玩的人那麼少是怎樣 這個遊戲是快不行了是不是 那玩的人太少啦 哇 可能喔 太多延遲 大家玩到都有點心累了 再哼一下 再騙一下 好啦 直接隨便勾手了 哇 他這個球是地球嗎 啊不是 Taco4 屁股屁股 卡屁股 直接拔 可以進嗎 啊 對不起 亂投亂投亂投 哎 對方直接犯規 火鍋送給你 最喜歡用Taco4蓋火鍋啦 衝衝衝衝衝衝 虎哥熟你喔 聽說你很屌是不是 但是我 哎好笑 超討 哇這個田瓜安東尼 這個手 來姚敏 這邊 再給黑板姚敏 騙一下 對方又起 再上去 一個雙手 包括他那個灌籃真的是要吸盤 這樣直接吸上去耶 卡到囉 卡到 外面 暈一下 哎 對方起 我管你的 我再直接一個 勾手 對方又再起 是不是 防一個防一個防一個 上去 喔 超刀超刀 衝衝衝衝 走了走了走了 剛才說Taco4不要三分線對不對 先來一個三分線啦 水啦 火鍋 完了 對方又投嗎 哎 他想投嗎 在投嗎 在騙嗎 在騙嗎 哎呦 哎呦 很騙喔 可以喔 很會騙女神喔 衝衝衝 Taco4 再來一個三分球 沒有干擾 他這個手拔起來就是八樓高 對方應該是 WTF 因為排不到玩家 所以我們來打線上三籌威脅啊 反正隨便打 隨便玩啊 那對方的話是 Carter 張柏倫還有Taco4 那我是姚名張柏倫Taco4 來來來來 打一個打一個打一個 Taco4裡面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哇這個Carter吃藥啊 太兇了吧 哎 掰 兄弟 瞬間噴進去 輕鬆上籃 他那個上籃那個手已經不是上籃了 是下籃啊 火鍋 哇 有沒有看到 他那個柏倫灌籃也是直接 瞬間流星灌籃 他不爽嗎 那我三分球直接變下去啦 哇 面對這個Carter 你這種矮身高我直接往後拉一下就直接噴啦 直接來個流星灌籃了啦 直接吹下去 吹下去啦 好球超討超討 哇直接超掉啊 妖咪 妖咪來幫忙一個關鍵三分球啦 Taco2 stay Taco2 stay 哇 哇靠 229公分在上面天旋地轉啊 天女散花 這球一定要三分球啊 對方被我晃 拉一下直接綠 是不是 他那個空檔期間直接拔啦 那我們這時候呢 就是要守三分球 守三守三守三 小心啊 不可能 看你拿啊 直接一個三分球啊 看來也是要來一顆啊 卡到了有了 掰了 水啦 OK剛才打完兩種不同比賽之後 我個人對這張卡片呢 就是一個字 非常噁心 那他除了那個被孕啦 我覺得那個被孕不是我喜歡的 他如果來個他媽克里被孕 或者是來那種 等一下就能瞬間過掉那個被孕的話 都挺不錯的 那除了那個點以外呢 其他完美無缺好不好 真的是完美了 但是我個人啦 各位應該感覺出來 我玩的其實蠻無趣的 我真的感覺蠻無趣的 很多人也這樣覺得 不是只有我這樣覺得啦 我也不是在說2K的不好 但就是 你知道嗎 玩到面真的是蠻無趣的 沒有那種感覺 每張卡都一模一樣 玩的蠻疲法的 我拍影片也拍的蠻無感的 我接下來影片規劃會 趕快把Ziko的生涯 趕快給結束掉 因為快出2K23了 再來就是2K11懷舊部分 因為我說 我那個系列要拍10集嘛 那現在才第一集 那部影片非常多人看 反正請在座各位粉絲們 不管以後我出任何影片 什麼樣子的影片 你們都大力的支持 那我是Ziko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